營區屬於那種階梯式的 哇~~ 前方的藍陽平原 很近就可以抵達那個地勒谷 乾杯 這是冷水給它冰分的 哇~~ 好喝喔 超黑的 太專業了吧 魯魚羅肉蒜 哇 嗨大家好我是小彎妮 阿萌萌 阿萌萌 現場見囉 現場見囉 不行 現在已經抵達了原罪露營區 然後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 10點我們才開始準備要打仗 那就晚點見囉 掰掰 開心仗 第一次搭 挑戰夜沖時間搭 非常有勇氣 加油加油 拉住這邊 小彎妮你可以幫我弄8分嗎 沒問題 你有訂閱我嗎 有 有開啟小鈴鐺嗎 有 凌晨12點38分 搭好仗囉 馬卡加雪碧 乾杯 辛苦了 搭到凌晨 宵夜場 有男生在講極簡嗎 他說什麼 女生登山包包就三個 不是登山運動 萬一逛街 包包不同的搭配 男生就同一種 你講的男生好像 欸沒品味一樣 不是啊 我跟你講我算過我包包 最起碼15個以上 還超多包包 包裹 我跟你講我什麼類型的包包我喝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 7點20 這一隻就叫我起床 剛剛早上我看到帳門外面有一個小動物 不知道是狗狗還是什麼的 你看 助理的鞋子 一直在這邊 一直我看到在那邊 太好笑了吧 這邊 找到了 待會 刷牙洗點好 會陸戲跟大家介紹這個營地 嘿各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營區啊 地勢的分布 這營區屬於那種階梯式的 就是他從高處是A區 然後往下B C租1 那我們這次是定B區 就是算第二層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B區的營位 然後這一區就只有搭兩帳 所以我們就是製成一區包區的概念 因為老闆未來想要走那個營地合法化的路線 所以他現在在養他的草皮 所以他就鋪了這一層墓穴 你看 檸檬樹 欸真的耶 前方有檸檬樹 大家有沒有看到 而且上面檸檬很多顆耶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這個營區的衛浴 因為衛浴也是非常多人重視營區的一個點 就是乾不乾淨啊 還有空間大不大 衛浴的配置啊 就是這營區總共有兩個衛浴 然後這是屬於離我們比較近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 他這邊總共有三間 然後第一間 裡面主要就是這種洗澡跟廁所 是在同一個空間的形式 牆壁的部分是磚紅色那種牆壁 整體感覺還蠻復古的 水磨石的地板 整體空間是大的 而且其實還蠻乾淨的 我今天早上已經在這邊洗了一個舒服的熱水澡 熱水的部分也是OK的喔 推推 他提供衛生紙我覺得還蠻聰明的 因為放在裡面的話 也許會被那個水噴到死掉 所以還是統一放在外面 然後小朋友的設施的部分就是有這個盪球籤 然後旁邊有一個這個很特別 這個算是一個夏天 老闆娘會放水 然後給小朋友玩的一個細水區域 現在冬天太冷了 所以也可以在那邊 當作一個小朋友的玩樂的小空間 還蠻安全的 銀本部的部分 銀本部是在這邊 銀水機和冰箱都是在裡面 冰箱的部分是這樣 有兩大台 然後這一台都是冷藏 然後這一台就是有冷凍跟冷藏 其實空間算是還蠻大的 銀水機 銀水機是育兒的神器 往清水滴熱去過嗎? 烤溫泉那個清水滴熱 宜蘭的 我知道烤蛋玉米的地方 就從這邊過去 最近就是先看到天送碑 然後再三星 三星再過去滾橋 就羅東 那邊就是江西 宜蘭 好各位 下是早餐時間 現在我們要在營區做一件厲害的事情 我們要做珍珠奶茶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開始煮珍珠 去超市買這個波霸粉圓 然後這是三百克的 所以就搭配三千CC的水 好 那首先我們先把水煮滾 閉機臉 超會的 煮珍珠奶茶的同時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COLMAN的三層櫃 這個我們當初看到 就想說 可以當作收納用 原價好像五千多 然後我們上網找了很久 找到這個二手貨 大家看一下這個 它裡面就是分三層 就是還有這個成板 然後可以擺製上去 所以裡面就可以放一些飲料啊 或是零食 對我覺得 這個是使用下來 推薦大家可以買的 推推 這一個臭褲子 超強 欸 宅宅你給人家聞什麼 好不好冰山雨中山 好我們來看囉 一二三 哇 就是冷水給它冰著你的概念 剛剛已經把珍珠洗乾淨了 然後現在要加黑糖 這個應該要小火喔 不然炒會大就完了 炒會大 先加邊煮吧 我覺得要多一點 因為這個量很大 我在攪拌珍珠 你要做什麼 在哪裡看 珍珠奶茶 海香紅 阿薩姆紅茶 我覺得一定很好吃 哇哇哇 哇哇 哇哇 可以奶 可以奶茶咧 一起吃你奶 我客氣囉 欸等一下 要攪拌啊 你喝一口 嗯 嗯 滿苦 滿苦 在山上居然有珍珠奶茶 可以喝 還可以喝 嗯 不錯喔 是有融合在一起 對啊 精靈來做的珍珠奶茶 我喝 在山上居然有珍珠奶茶 可以喝 看吧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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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來到這個 營區是什麼縣市 在宜蘭 好 咋答對了 這邊有什麼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上秋千 你做什麼呢 太專業了吧 非常local的海螺罐頭 你有去科普嗎 有稍微看了一下 第一次做嗎 沒做 這一道叫做什麼 魷魚螺肉蒜 哇 大菜喔 魷魚螺肉 有 這裡肉味滿滿 好棒 現在是夜晚的BBQ時間 有沒有夜晚包 吃一份就好 台子晚來了 今天要做番茄肉醬提示義大利麵給大家當早餐 首先先熱鍋 熱完鍋之後呢 就是下這個洋蔥 然後洋蔥要炒到那個清透 那我心裡想要讓我離開 但現在我看到所有訊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住宜蘭的園醉露營區 就住下來整體的感受 通常選擇營地我們會在乎幾個點 就是衛浴 還有就是小朋友玩樂的空間 然後還有營主跟我們的互動 他的衛浴的空間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很乾淨 清潔的頻率是還蠻高的 所以這一點推推 小朋友活動的空間 這邊是有盪秋天 然後還有玩沙區 這玩沙區的腹地偏向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游泳池 只是現在冬天就是暫時不開放 那我覺得夏天的時候 然後小朋友來應該會玩的還蠻瘋的 然後我們住的是B區 我們就是兩帳 然後就是包區的概念 那搭完帳其實 空間是還有 但是不算大 那因為我們朋友剛好訂在E區 所以E區那一邊的腹地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希望那個腹地大一點 也許可以選擇E區 我覺得老闆娘其實人非常的nice 因為我有到那個營本部去做拍攝嘛 老闆娘就看到我就非常熱情 跟我們介紹就是這附近周遭的環境 那這原罪的露營區還有一個特色就是view 那我一開始訂這個營區就是看那個網路上圖片說夜景非常美 實際到現場是晚上開車來的時候也是非常驚豔 它那種夜景是有非常多那種燈火的感覺 就像在陽明山上看夜景 但是中間有一段應該也是那種樹叢 所以夜景的位置會沒有那麼有臨場感 就是感覺還是有點距離的感覺 那大家有推薦什麼樣的營地 就是適合小朋友 然後腹地空間又是大 然後又有非常棒的view 重點是衛浴要很乾淨 也可以推薦給我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幫忙您訂閱按讚分享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要追蹤IG喔 掰掰 我們的好朋友小闊魚 這怎麼吃 這不能吃嗎